大家好 我是準選居士 很高興在這兒分析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先生 他的面向氣色來看美國2025的國運是怎麼樣 川普先生他是1946年6月出生 那明年的6月呢 2025他其實10歲是79歲 那加1歲就是虛歲的話等於80歲 那我們面向氣色的流年有一個叫九指年法 就是他80歲這個8再加這個0等於8 那因為這個九指年法是依照五款加上耳朵 去輪流流年這樣去輪流去算的 有各自的區域 也可以單獨來藉由這個流年法來輔助我們看氣色的地方 好那我們看下一招 那一般大家都知道就是白歲流年圖 那川普先生呢 那他現在明年的話 明年的話 2025那大概就是7歲80歲 那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待會看他的相片 就是這張放大圖的地方 那你相對看呢 那你相對看呢 他其實這個地方是暗的 而且暗中有一點帶白 那意思呢 就是猜損 如果暗示國運的話 2025這一年 美國經濟應該是有動盪的機會 不可能馬上就復甦 需要時間 那我們待會再看另外一張相片 那我們先講這個九值年流年法 他是以五官分為九年 每九年重複一次 男生女生順序不一樣 男生是左眉是1 那鼻子是2 嘴巴3 左耳4 左眼睛是5 正中額頭6 右眉7 右邊眼睛8 然後右邊耳朵9 那川普先生呢 2025話 他80歲 所以8加0等8 所以男生的話 就是要著重在眼睛附近的 氣色還有斑文刻字 這些都有暗示他的 有年的訊號 那女生呢 剛好交換 女生是右邊 眉毛是1 鼻子是2 嘴巴是3 右邊耳朵 右邊耳朵是4 右邊眼睛是5 右邊眼睛是5 正中額頭是6 那左邊 眉毛是7 左邊眼睛是8 左耳是9 然後你剛好顛倒過來 那我們看川普先生呢 如果2025 他虛稅巴是 就是走在右邊 有疑似類推 9個循環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表 那我們再看實際放大的氣色 那你看在這裡 80歲 81歲 說依照百歲流年是這裡 那依照90年法是這裡 2025 那你看2025氣色沒有很紅潤 那眼睛 似乎不是很有神 你可能乍看自下以為有神 這個叫做假神 若有所思 那你看眼睛的下半部 這個就是白 白中帶一些青金 那暗示呢 2025 如果是推到國運的話 下半年 可能會有很多驚濤海浪 那加上人事紛擾 因為這個地方有青金 暗示 有人說偏心 那可能他會偏袒 他的某些部下 引發眾人的不滿 那這個白呢 就暗示財損 所以 如果這個是2025的美國國運的話 由他來推的話 那大概下半年 年中以後 有一段很慘白的 財損的日子要過 那加上一些淨濤海浪 那依照90年法 如果2025是這裡的話 那2026就是幼兒了 那大家記得哈 那幼兒曾經有受傷 所以你看這邊 氣色其實也不好 要到這個幼兒的下半部 氣色才稍微好一點 所以暗示說 依照白歲流年 80、81 大隻氣色都是不好 那摻雜一些彩存 所以美國真的國力要起來的話 可能要2026 而且從這個 休止捏法的推法 可能要2026下半年 才會有氣色 上半年你看耳朵顏色 還那麼暗淡 還是很慘 所以 川普可能 進步人太急 你下萌藥 可能不會那麼快就走效 需要時間 要一年半 的時間 那我們再依照 他的流月來看的話 如果流月 我們看這比較暗的地方 這可能就是 如果繼續這樣推的話 那可能又是2025 你看這比較暗 就是心情比較糟的時候 那大概就是2025 農曆七月 就是壞中友好 暗氣色中 散散一些好氣色 所以也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 大隻是暗淡的 那你看這邊又有一個白氣 所以暗示這個整個經濟大環境 是不好的 以他面向流月來看 來推國運 所以這個帶有清金 這邊可能有些驚嚇 所以要預防 會不會又有人 又對他有一些人身安全的威脅 那時間的話 就是大概是七月底 農曆七月底 八月初 這裏一清就代表 驚恐也 要消息 然後呢 你看這又繼續採損 然後在這個農曆八月 中 你看 這有些紅金 那有些白氣在這裏 就暗示可能要花錢 那這個紅呢 可能暗示一些爭購 所以可能 如果從他來推世界運的話 也許會 開多條戰線 真的戰真的戰線 可是大概都是小規模的 那也合併著 才也要損一些 所以說 2025 農曆七月以後 都是多事之求 加上驚恐 那再加上 人事不協調 因為他有偏袒之心 造成人民反感 不管是對外的戰爭 或對內的鬥爭 而且多條戰線 不過大概都是小規模的 好你看這裡 這邊特別輕 所以你看 整個農曆八月初 七月底八月初 跟農曆八月中 他特別要注意 他自己人身的安全 保護 也許那時候名怨沸騰 好 就是他掛下海口 可是沒有那麼快 在藥方起下 起奏效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判斷 起色 大概 要 有個起色的話 大概要2026 下半年才有機會 好 這一次 這是帶輕 帶白 所以說 沒有他想的 那麼快 就復速 這裡也是 這裡又是暗了 所以這時候要 這個農曆八月 真的是一個 紛擾的月份 傳播給自己本身 人生生安全也要小心 那這個都暗 你傷到幼兒 間接傷到 2026的上半年的國運 這是我分析的氣色 希望大家會喜歡聽 謝謝